- 生活在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因为这里的美食特别多 比如说有Nasi Loma, Sate, Laksa 当然少不了的就是咖喱面啦 这些美食虽然说都很好吃 可是那个口味都偏重 所以有时候吃得多担心会影响健康 今天我就找来了一个师傅 他说他教我们如何制作一碗香浓 但是又很健康的有机豆奶咖喱面 Mistan 你好 Mistan 今天我们要煮些什么 有机豆奶咖喱面 所以说这些就是它的材料的色 那我们马上开始啦 首先我们先倒入这个葡萄种籽油 选用葡萄种籽油呢 是因为它可以耐高温 它有很高的抗氧化 而且呢不会产生自由基 这我知道耶 因为一般的葡萄籽油呢 它们可以耐到220度的高温都不变质 而且它可以确保那个油的稳定性 是的 它可以改善人体的胆固醇 而且可以减低我们患上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就倒入我们的香茅 草虾 然后呢咖喱叶 这一定是你的咖喱独家配方了是不是 是的 来Mistan 我帮你炒一下这个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放什么 有机豆奶 为什么我们会要放这个有机豆奶呢 它的特别是什么 加入有机豆奶呢 是因为我们就不用担心胆固醇过高 胃胀风或者是消化不良的问题 可是一般上咖喱面的重点是在那个汤汁 如果少了那个椰浆 会不会没有了那个香气 其实到最后呢 我们有加入我们的有机椰油 这样子的话就怎么样都会有那个椰浆的香味就对了 是的 采用有机椰油的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降低我们人体的坏胆固醇 那接下来要放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放我们的有机豆腐薄 然后呢加入我们的三盐 最后呢再加入苏菊粉 嗯 很香耶 诗润说啊 他用的那个材料 跟一般的咖喱面不一样 可是煮出来的感觉 还有那个香味 还是很相近的 是的 之后呢 我们加入我们的有机面呢 咖喱面啦 黄豆是一种高品质的植物性蛋白质 其中包括了30%的蛋白质 比牛肉高出两倍 它包含人体所需的氨基酸 容易被人体吸收 相比饱和脂肪含量太高的椰浆 使用有机豆奶 不必担心胆固醇过高 或肠胃过于负荷的烦恼 利用有机豆奶取代椰浆 味道一样而且还更健康 感谢观看